快点走啊 你这边吃饭 别玩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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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杯文化洗礼 加一点酸甜苦辣 包一锅人生百味啊 港市大台党 挡不住的香港大小市 黄美鸣制作主持 每周五下午三点 晚上十点 准时上菜 好好美啊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听众朋友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市大排档节目 我是主持人美鸣 港区国安法 在去年六月三十号 实施到现在已经一年了 好 那么当初中国政府跟香港政府形容说呢 国安法是有利香港局势稳定 还强调说这个法哦 只影响到一小撮人 而香港人原有的人权会受到保障 可是呢 大家都看到了 短短不到一年时间哦 已经有至少一百多个人呢 被控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 而被港警逮捕了 而其中有五十几个人是被控违反国安法 好 除了这个滥捕跟滥控之外哦 港区国安法所形成的寒蝉效应呢 我们可以看到 让香港社会好像成为一座言论跟思想的大监牢 因为你随时都可能会跨越红线 因言获罪 今天我们同样邀请到政治评论人 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律师 和我们一起来观察分析港区国安法 对于香港的影响 尤其是接下来香港呢 将会举行几项重要的选举 香港的未来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理事长来接受我们访问 桑普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那么我想国安法的实施 一年多来 每次提到这几个字 感觉都是非常令人不寒而栗 那么律师我想 是不是先请您谈谈港区国安法之后 怎么样来全面的改写 中共中央跟香港彼此之间的权力结构 怎么样会让香港原来从一个高度自治的地方 大幅收窄到今天的局面呢 这个很显然的 就是国安法等于摧毁掉一国两制 这个是毫无悬念 为什么很简单 因为国安法已经写了第62条 已经讲得很清楚 它是凌驾所有香港现在的法律 那以中国的法律改讲 中共的法律不是有一个叫基本法 有一个叫国安法吗 那这两个法律基本上呢 是新法用于旧法 所以基本法是列于国安法第一位 国安法并不是一个上方保健 因为毫无疑问 而且是65条决定是人大常委会有解释的权力 而且更重要的是55条第60条 有送中的条款 就遇到疑难杂政 就可以把这个人送中去审理 而且认定你是不是国安有违反 是按照第47条的规定 是行政长官处具一个证明书 就可以证明说你有国安的违反 法官上到法院必须要跟随 没有任何的智慧空间 换言之 你看得到国安法的出现 是非常的来势汹汹 实践方面 待会有讲到唐英杰案 一些很基本的案子 超过100个人都已经因国安法被捕 从杰斯到黎智英到其他人 都可以用这个地方来当作一个口袋罪 来去做 而这个口袋罪是非常重的 它最重可以判到无其途徑 那等于说每一个人 都好像有一个自我审查的一个炸弹 在这个美人心中 每个人不敢讲话 结果是怎么样呢 整个行政不只主导 是中共的党在主导整个香港的政治 选举变成没有意义 司法变成是政治的服务 传媒各方面的民间团体备受打压 结果是每一个人 就是要有自我审查 怕旁边的人告密 那如果告密的话 那我觉得说不得了 那这个是整个文化 从文化开始烂起 就制度也崩塌 那文化烂制度崩塌 那之后你的行为各方面就开始被驯化 被奴化 那结果是香港不再是一个自由制度 不再是东方之珠 结果是一个跟中共统治下的另外一个城市 没太大的分别 久而久之 我很恐怕香港已经跟深圳 跟广州没有两样 甚至连自己的广东化都没有办法去保密 这个是以我非常担心的一个状况 所以国安法的控制 跟我们应该说是危害 对香港危害 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全面性的 刚刚律师您提到 就是唐英杰这个案子 那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 这是香港第一宗 被指违反国安法的起诉的这个案子 那之前也引起蛮多的讨论 就是说这个案子在审理的过程当中 居然没有陪审团 由这个国安法官来审理 那这是不是整个根本就颠覆了 香港原有的这个审判制度跟司法的独立呢 那肯定是有很大冲击啊 那在common law 在普通法来讲 right to jury 就是有陪审团审判的那个重大案件的事情 是必须要有的 尤其你到现在香港高等法院的袁宋廷 原则上都有陪审团去审理的 尤其这个案件是可以判处于无期徒刑的案子 绝对需要 那这个情况台湾就有国民法官的制度嘛 那慢慢引进参审的制度 但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让 一个司法可以横平 也因为有陪审团 之前发生了很多案件 才可以宣判无罪 两天提的案件就是因为有陪审团 它有好几个控罪 很重的都可以被宣判无罪 是因为陪审团痛不过 那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今天引进三名法官 他们叫国安法指定法官 那国安法指定法官一定是 中共摸了头国安公署没问题的人 他能够担当嘛 那这个情况唐英杰被法官去审理 基本上这个法官不会更专业 他们只会更服从党的 那个一般的陆宪政政策 那这个唐英杰没有陪审团审理 就是一个由一个正常的 一般的凡人去看事情的 那种常识性的眼光都被抛弃掉 这个才是很重要 因为你知道英美的那个 Anglo Sackson的重要精神 是尊重人的常识 就是那个common sense 所以他是要陪审团的目的 是要有一个独立的 不偏离的 一个有常识的人去判断 你连常识都抛弃 有党管一切 那这个地方很可怕 而且更重要的司法独立 更重要的原则是说 司法必须要不受政治的操纵 但是今天管法的四条罪名 都是政治控罪 而且是法律概念不明确 包括什么叫分裂 什么叫颠覆 什么叫恐怖活动 什么叫做勾结外国势力 这些东西都是不确定的法律概念 现在根本在香港的判例法里面 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解释 而且解释权 刚刚说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 那当他没有解释之前 香港法院如何判决呢 等于说他根本随时都可以 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否决掉 他所有的判决 就把这个案件直接 按照刚刚说的第55条 第60条去送中来整理 送中去囚禁 在这个地方司法等于说 是一个折袖部而已 这折袖部越折越袖 最后派成为羞辱的一部分 所以这个地方 就是香港司法的悲哀 好那刚刚我们提到 香港的这个司法独立的丧失 也因此会影响到了 香港的这个政治 其实今年以来 一直看到有许多民主派的人士 被国安法扣帽子 然后进行大规模的整肃 除了在香港228的这个47位 去年参选的泛民主派的人士被逮捕 到现在还有许多人被监禁 有很多的这个民团 其实也都解散了 然后有很多政党也都 兴起这个退党潮 那我想香港未来 应该不是未来 应该是现在 是不是再也没有什么 民主义政的空间了 可以说这些政党 几乎已经都是土崩瓦解了吗 我觉得的确就好像 主持人说的 这个地方是非常可悲 无论是民间的团体 比方说支点会 比方说教协 比方说医管局的员工阵线 职工猛 他们都备受盯紧 跟甚至恐吓要解散他们 苹果日报 立场新闻 众新闻 都是备受威胁 所以这个情况 有非常大的问题 政党也是如此 在这个地方 班民的政党 无论是你比较激进的 比方说那个社民园等等 到比较温和的民主党 公民党等等 都会有这个挑战 那当然说 中共是两手策略 一边拉一边少 就是谈谈打打的方式 而去背叛这些政党 那议政空间是非常 因为说选举法的修 选举制度的修订之后 那他们现在是有三个东西被引进 一个是你要去议政或者参政 那有很多的局限会在那个地方 比方说 有选委会的各个组别的提名 就有个资格审查委员会 去审查所有候选人 就就算给你当选要宣誓 如有违反誓言 可以上市议员资格 这三官在考 结果是什么样 你参政空间没有 你参政空间没有 你议政的空间也没有 因为很简单 你根本没有从政的机会 在堂外体制外去讲 那你可不可以放言高论呢 那就很可怕 就刚刚说的 所谓的分裂颠覆 什么叫煩动 什么叫做恐怖活动 什么叫做勾结外国势力 都是很空泛的 总之他觉得说 政府觉得你讲一些乌鸦的说话 他不想听的说话 就可以帮你打压 而且你现在以异谋霸 是中共跟港共现在做的事 等于现在你要有一个论坛 要聚集一些人 他随时可以用限聚令 来用疫情为理由 把你镇压掉 把你抓掉 那你资源会是用现在的方法 未来不不用出动国安法 来镇压资源会 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我觉得政治的集会的空间 现在是极少 那道理 当然不是他表面说的疫情 到底是因为在他的理由 借口就是因为他要关政 他要把香港变成跟 1949年之后解放的中国一样 所以国安法我常常说 是香港的一次解放 解放要放成这个警号里面 就等于说中共的 完全把香港施化 那这个时间可能需要几年时间 完全才能完全施化 但香港在很艰苦的顶住 但是这个形势是非常恶劣的 律师有提到 这个参政议政空间是几乎是没有 不过接下来香港还有几项重要的选举 包括明年的特首选举 最近也有一个议题引起讨论 就是对于这些泛民主派 或是民主党这些人士 到底要不要继续参选 其实各方都有各方的意见 那不晓得律师您的看法如何 那如果我是香港民主派的人士的话 我会选择不参选的 那我听到台湾有很多的学者 也是觉得说 以台湾白色恐怖 跟在战炎时期的经验 还是要尽量争取不同的空间 来去参选 但我觉得说 在香港现在目前的空间 跟以前来讲是不存在 当时台湾是在民主化的过程中 从很窄开到很开 所以那个趋势是看得到 所以才会有增额的选举 慢慢会增加这个选举的民主的含量 但是香港现在是收窄当中的 就进入黑洞的过程中的 那进入黑洞的过程中 你去做 所做的功劳是非常窄 那你真正的实际上 达到的目的是怎么样 让中共继续分化 让参选的人 跟不参选的人 再捡一刀 那共产党是一分而为二 二分为四 不断的分化 分化再分化 那他用这个方式来分化的话 我觉得说 香港现在是受不起这个冲击 所以你问我 我觉得说 在香港这个情况下 被分化 而且削弱民主派团结的力量 的那个风险 大于你去参选 而获得一个舞台 来放言较论的可能性 因为我觉得说 现在根本没有放言招论的可能性的时候 讲什么事情 讲给外国听 讲给中共听 讲给香港听 这自由都没有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地方 就不如不去参选 那所以现在民主党跟公民党 都在内部考虑中 有很大的暗用 他们都不想参选 那社面已经表达 不会参选了 所以这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不要被分化 我们都是团结一致 来对抗中共 我觉得这个比较实在 好 听众朋友们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港式大牌党的节目 我们今天为您探讨的主题是 国安法下的香港的未来 我们今天邀请到来宾是 政治评论人 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 桑普律师 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要继续来看国安法之下 香港的社会 香港的教育 还有香港的孩子们 到底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们稍后回来 中港台听友大集合 央广两岸ing和港式大牌党 节目联手大放送 此刻正在进行听友空中 来点名活动 即日期到七月三日止 只要张开耳朵 动动手指 就有机会轻松拿大奖 活动闯关办法 听好了哟 首先开启活动网页 www.rti.org.tw 或者上网搜寻 听友空中来点名 再来 点开音档仔细听 继续 填达问卷后 许愿送出 最后没事不要外出 乖乖在家等待中奖通知 这回我们准备了实用的 精美奖品给您 包括旗舰品牌耳机 光触媒空气净化器 阿临山冠军咖啡耳挂包 台湾复古T-shirt 与台湾设计师独创口罩组 一共21个奖项 7月16号 两岸ing节目将抽出奖项得主 并同步在央广脸书及官网公布 活动自即日期到7月3号 每个人的活动参与次数不限 但中奖机会仅限一次 最后的最后 别忘了乖乖在家 等待咱们的中奖通知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政治评论人 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律师 来跟我们谈一谈国安法实施 一年以来对香港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如果大家有关注到的话 有一个新闻我觉得真的令人觉得蛮不寒而栗 就是在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 香港警方有成立一个举报热线 这个举报热线要干嘛呢 就是收集市民有关于国安的一些资料跟举报 听说半年之内收到了超过十万条讯息 那违反国安法怎么办呢 警方就要查了 那如果查不管有没有实证 Anyway就是依据他们的标准 依据他们的红线来做逮捕跟控罪 所以律师请问 这个是不是一种文革在香港又上演了呢 明确是这样子啊 中共的独裁专政的模式就是在香港在上演 它的方法有很多 一个是比方说举报热线 另外一个可能是在旁边盯紧你在看什么东西 然后拍你的照片 那之后这个方式偷听你的讲话 别人在公车上在路上 如果听到人家年轻人其实是你 你把他录音拍照 这个地方就会公布 而且这个东西是无欲无知这样子来去处理 还有个叫香港解密的网站 那如果你看到上去 你看到把所有人把他所有的隐私隐 通通的公布 这个明显是侵犯到个人的自由的隐私 在香港政府却自若网闻 那这个地方你看到文革也是如此 文革很着重什么 大义灭亲嘛 对 因为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嘛 跨清阶线嘛 革命首要任务是要分亲子以及敌人 还是朋友嘛 要当忠实的红卫兵嘛 要站稳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嘛 要打倒反革命分子嘛 这个地方就等于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破坏掉 当一个社会里面 人与人信任破坏掉 就造成不稳定 不安 最后每个人 不敢跟人家透露新亲情 组织就没有办法成立 公民社会的最重要的是公民组织 没有办法组成的时候 原子化的情况会出现 那这个等于说可以逐个击破 那中共统治这个大陆这么多年的时间 所做的事情就是用这个方式 来驯服 奴化 洗脑 这几十年的那个中国人 那这种情况在香港也正在上演 因为这种举报告密是非常的难受的 那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在那个反送中运动如火如荼的时期 那有一家中学的老师 就被那个学生的家长告密 就说他在课堂里面去赞美黄之锋 免疫董建华 第二天的早上 他可以在离开港铁站的时候 被几个港警收他的包包 就把这个包包丢回去给这位老师 就说你就是训练这么多蟑螂出来的那些老师 那时候学校也是找他来去问话 来去接受要不要惩戒 那时候在其他老师的情况下 把他下来 但是他以后会再说吗 这个地方就是你讲历史 讲公民课 讲这个空师教育 不敢去讲有关于反对的意见 但是你暗示都可以被人家抓住把柄来告密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都是 敬若寒蝉 独作灯战 非常的可怕 所以香港是步入着言论自由的寒动 还有一个就是国安教育 之前不是有个报道说 香港学校在做这个国安教育 然后叫小朋友要拿那个假的枪吗 要爱国啊 要爱党啊 甚至于最近中国的教育部 他还说除了国安教育之外 还建议香港应该要在法律上 明确的规定要用 普通话还有简体制 要把它列为这个 法律上要明定哦 就是要用普通话跟简体制来做这个教育 那这是不是从根本上要把这个香港固有的文化特色 把它抹灭掉呢 这个肯定目的就是很简单 因为共产党看香港就觉得说 这个是一个反共基地 你看这么多的 49年以来这么多的人就涌入香港 都是逼情而来嘛 那从上海来 从广东来都是因为讨厌共产党 要寻找一个新家园 当时英国统治嘛 那之后你发生六七暴动 香港都是反对左派的暴徒嘛 那你看到比较89年 哇 数以150万的人上街游行抗议中共 知道说是不行 那之后你在最近几年也看到更加如此 下一代也看得到对中共非常的幻想破灭 也没有任何的眷恋 你看得到那个国安教育要推出来 目的是要奴化洗脑 把中共的思维的读书 渗到课程教材老师跟考试平和的制度 要从娃娃抓起 让这些从幼稚园小学到中学 所有人都学习什么 刚刚主持人谈到 讲到上一次国家安全教育日的时候 所做的一些东西 假枪重演831那个局面 让大家知道下一辈都已经被洗脑了 就用这个东西冲击大家的眼球 那还有那个步操朗诵比赛升旗的典礼 最近是中国历史科举办一个抗日歌曲 那个欣赏会 那让大家欣赏抗日歌曲 殊不知那些创作抗日歌曲 那些甜汉等等人 都是被共产党整死了 那更重要的 你又看到说这个以外 前几天有这个一些情况是 在湾仔一个金子丁广场 大家合唱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进中国 就用这个方式来去不断洗脑 这种单向度的思维 缺乏批判思考的思维 正在侵蚀香港 所以我看到现在很多中小学的学生 我认识的那些家长是 一班里面可能原先35个人 都走了5个人 6个人再走下去 这个趋势会一直这样子去延续的 那所以看得到很多 有能力离开的家长 都把小孩子接到外国去了 那没有能力的 或者说 也一直很坚定要在港反抗的 那就留在香港 所以这个地方会影响下一代非常生日 我很害怕有一天 那些人都要系红领巾 去那个上课 那那个领带都要把以前英式的 那个中小学效果的领带 要换成是那个红领巾 那些其他东西 所以这个香港的文献跟败亡 我觉得是很难避免 这个是一个悲哀 而且有一些这种思想上面 或者是说我们说语言文化上面的 这一种侵蚀 就是无形当中 逐渐的被潜移 默化非常可怕 对的 还有一点就是 刚刚律师也有稍微提到 就是新闻的自由的部分 这个也是非常的明显 从香港电台 还有最近这个苹果日报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样的一个危机 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 她上个月还说 我们正在研究 我们要立法来对付这个假新闻 就假新闻法 因为香港海外还有很多的独立媒体 是不是会受到很严重的打压呢 假新闻法 已经是吹风吹了很久了 那这个地方 也是配合国安法 一系列的一个动作之一 我觉得对于苹果日报 异常新闻 中新闻 还有一些网台 上有很多网络的电台 也是有非常大的冲击 那你看到 里面的除了苹果日报之外 基本上都完全被收编了 就是被中共收编了 那如果说这个纸面的媒体没有掉 那这样正是完全彻底的死亡 不只是脑死 而是整个彻底的死亡 那这个地方 现在我们接收很多资讯 都是从苹果新闻网出现 台湾有苹果新闻网 虽然没有台湾新闻网 但是我们还有 但问题是 这个如果一些东西 如果人亡之后 我觉得说 这个香港的一个 看到到真相声音越来越少 所以是这个原因 我会在网络自己做自己的节目 在YouTube或者Patreon 很多不只是我 有很多独立的评论人 也在这样做 记者也发现自己的自媒体的空间去做 所以现在在辩证当中 但可以肯定国安法是一个三方保健 即便没有立那个亚新闻网 所以用国安法的那个屠刀 来去砍杀这些媒体的 中共是什么东西可以做得出来 而且这个对于媒体这个声音 它会用极度 极大的限度渗透到每个媒体里面 收集情报 然后呢 也是继续在媒体里面 进行一些分化 比方说前阵子 在苹果日报内部 也传队一个讯息 那是假的讯息 就说苹果的中高层辞职 离开低层的员工走掉了 那想动摇军心 那可信 他们就立即交开 那个他们的会议 来澄清这些谣言 所以这些事情会 一直不断的发生 在不同的人身上 那目的是怎么样 目的是要让里面去突破瓦子 但我觉得中共碰到一个非常艰困的处境 这香港人好像是打不死一样 那所以他们现在有几个方法来做 一个是叫封关 听说是现在开始8月1号就正式实行 那就避免掉一些可疑的人离开香港 一个是断网 那可能说不给接受我们比方说央网的那个讯息 那这个地方有可能 第三个是那个就是每一个手机要装设那个应用程式 那这个地方等于定点 及时追踪每个人的动向 那等等东西 每个人自己在手机里面划过什么东西 有可能通过后门来把东西勾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可怕的地方 在于说把中共对于中国大陆那一套 把它完全打到香港来 那这个地方是对媒体基本上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所以我觉得长远之际是应该在香港之外 有独立的正义的媒体继续来发声 那再把声音呢通过不同方法来传递出去 中国大陆的网友说用翻墙来解决 那可能香港有一天真的要翻墙来去解决 而且已经试过去封杀掉台湾某一些网站 比方说长老教会或者民进党的网站 这样香港人看不到 那这个地方只是一个试点 它如果真的把它扩张 可以飞送YouTube Twitter都可以这样子来删除 所以这个忧虑是实在的 尤其是明年中共要去选二十大了 那么在近期是不是还会有更多 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假经文法 或者是法律面上面 或者是政治手段方面 祭出各式各样的打压或者是迫害 包括台湾在内还有国际社会呢 都应该多多的给予关注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政治评论人 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律师 来到节目当中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理事长 感谢主持人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 感谢主持人 感谢主持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